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存在的余地 其实周四行政院会 苏仁昌就严肃地点名四大部会 包含财政部要求官务署加强稽查 非医用口罩也要侦查流向 经济部未来口罩进口必须申请许可 而卫福部则是要在口罩最小包装上 标示产地国以及是否为医用 法务部必须配合即刻侦查 并责成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 组成专案小组 任何进口的口罩 一定作严追查流向 绝不容有人冒以 台湾制的优良产品骗取 进口货物通过X光机 海关发现箱子里是口罩 拆开看才发现写MIT 从进口端抓中国智慧造品 这是现行做法 货物进口虽然必须申报 但不用申请许可 而进口后就不再追踪流向 16号起口罩进口必须申请许可 才实名制 谁进口进口数量 总金额都要写清楚 从海关放行开始 每周一都要申报流向 卖给了谁多少片 还剩多少量 为者可罚2万到20万元 加MIT口罩 伤害国家队形象 还接连两起 苏仁昌下令严办 不准再有第三次 三选派见话 张慧琪他到 dost 唐 呢 唐 唐